台湾诗莲琴 问的 阿弥陀佛 领理根本传承上师 尊敬的师尊佛安 恭请师佛 诗仪关于 沦脉的问题 密教语卓佛 其菩提心业意 去开五轮 修行的轮脉 是否届时有 顺细地进行开通 例如 眉心轮开通之后 才会往下 开通喉轮 心轮 再来是济轮密轮 我所知道的 一般来讲起来 开五轮 轮末的开通是这样子 第一个 大部分是从济轮 大部分从济轮 因为佛 大部分都是在济轮底下 走佛 济轮底下 四子的地方 最接近济轮 最接近济轮 就是渡济以下 四子的地方 就是 灼火是从那里生起来的 所以济轮是第一个先 第一个先的按照次序来讲 济轮是第一个 以后的轮脉的开通 是可以自由 而开五轮是第一个 是济轮先开 那么眉心轮这边是 融解菩提心业意的地方 把心业意融解 然后往下 一直到济 着火生起来再济 先结合